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耕毒堂的吴宗成 今天跟各位聊聊个话题 本来是昨天要讲的 因为太热 天气太热 所以受不了 昨天就是室温 外面的室温32度 今天也是32度 非常的热 随便都流汗 所以我今天就穿了背心 因为出门如果你穿的短袖 你都会觉得很热 流汗会扒在身上 这个就让汗蒸发 马上就晒黑了 今天61号 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 端午节 按照体感温度来讲 是全年里面最燥热的一天 为什么讲最燥热的一天 因为我晒过龙舟 我曾经在 我放在下面好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点开 那天比赛龙舟的时候 非常的燥热 你滑到终点上 你就会直接想跳到水里面去冷却 因为我们是水上救生协会的队伍 那今天是6月1号 6月1号据说是中国大陆的所谓儿童节 台湾的儿童节是4月4号 所以我们从小还有一首儿歌 4月4号儿童节什么的 首先我要讲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我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的新闻 本来昨天要打起精神来谈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谈的 就是台湾的空军官校 空军官校毕业之后有个飞行学校 也就是进入飞校的人 他是一个少尉 空军官校毕业之后 就受接成少尉 然后如果说体能合格的 还有笔字什么合格的人 在考入飞行学校 飞行学校就学习飞行 那这位是少尉的一个学官 所谓学官就是学官学兵或者学生 他是军官就叫学官 那个兵就是学兵 像入武新兵 只要是在训练单位的都叫学什么 学兵学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一般的民间学校叫学生 因为军人有军职 实际上很多的训练 他是拔街训练的 比如说水中爆破训练 挖人训练等等 特战训练 闪兵训练 通通是拔街的 你只有一个号码 他给你一个号码 也不是你的兵级号码 兵级号码太长了 就给你一个号码 钢盔上写那个号码 比如36号38号 就是那个号码 训练其中他只叫你的号码 不会叫你这个人 也不管你是少将还是中将 乃至于是二等兵等等 全部都是只有号码 这就叫拔街受训 实际上航空训练也是这样 他是一种特殊的技能训练 乃至于换装训练也是这样 低阶的军官可能会训练高阶的军官 这很正常 因为武器 就是你训练的科目更新了 我看到那则新闻就是那位学官23岁 22岁大学毕业 所以他一点都没落 他不知道是不是从幼校开始读的 不知道 没有报道 实际上我觉得这则新闻就 就近后发展 不要再报道了 因为报道只有让人难过而已 而且军方可能也不会公布失事原因 因为他们会内部检讨 是人为因素还是机械故障 还是塔台还是怎么样 等等等 他们会去检讨 甚至于还会 暂时会把AT3教练机停飞检查 那我之前有一系列我介绍过这个 那个凌云 叫什么凌云御风 那本书 他是一个空军退役的空军少将写的 他飞过各种飞机 他里面我也讲过就是降向本屋种 很多很多 那实际上 那个 那本书里面他有讲到一个 他说他因为他飞的是 就是那个两倍 两倍音速的 就是那个F104 两倍音速的飞机 那个飞机上 只要有稍微有点什么故障 因为F104很多人 他的同时都摔死了 或者怎么样 飞机故障 或者飞到海上 突然就无线电失联 可能就 就钻到海底下去了 像最近很多这种失踪的案件 那他们在研究 只要有意外发生 空军马上就检讨 检讨各方面 中间有空情还有地情 地情就是那个维修的人员 因此他 因为他飞F104 他知道有一些螺丝 他会松动 因为飞机上很多的零件 都是保安零件 所有保安零件 是螺丝锁紧之后还不行 螺丝中间有穿孔 穿孔上有那个铁丝 有很坚韧的铁丝 穿过螺丝的帽头上面 然后再缠绕 然后再绑紧 也就是这个螺丝怎么样松动 都不会脱落 就算是他松动 他也不会脱落 因为他有被 有其他的牵制的方法 不是说你松动螺丝就会掉下来 所有这种东西 叫保安零件 还有一些零件 就是替换品 就比如说金翼 金翼用过多少次之后 他就要拆下来换掉 连飞机的翅膀也可以拆下来换掉 那发动机更是 发动机每次可以用的 用个几百小时 就要拆下来换另外一个发动机 所以发动机是一直在更换的 我之前做过滑航的飞机 要去大陆的时候 居然他把引擎拆下来 大家都吓坏了 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 我说连引擎都拆下来 就是发动机推进器 连这个都拆下来 那还有什么 其实事实上拆下来是很正常的 而且拆装那个东西 只要在十几分钟之内就要做完 换个新的 所以换个新的就是保养过的 那事实上 库房里面就有已经在保养 随时都在做 那些地勤人员随时都在做这个 那因此刚刚讲的时候 那位少将他以前飞F104的时候 他也是安全官 有人因为这样子就失踪了 所谓失踪就是失联了 失联有两种情形 一种可能是飞到大陆去投城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 意外撞山或者是坠海 那撞山的话 可能还可以找到一些踪跡 除非在很荒凉的山里面 可是坠海你就 你就死骨无存了 因为你不知道他最在哪里 因为无线电失联的时候 只有到某个地方就没有了 踪跡就到这边 但是只要有这种情形 他们立刻就会 关起门来检讨 立刻先停飞 把所有飞机再来关起门来检讨 在检讨当中 这位少将 他以前那时候 他不知道是什么阶级 上校还是怎么样 他负责安全的事情 他就仔细地 因为他以前在飞这个时候 他就知道说 飞机上任何有一个突起的点 就会有阻力 这就会影响飞机的飞行 因为他的速度很快 因此他就发现到 他说如果 他假设 假设我们这个 地面维修的队伍里面 有掺杂的匪碟 匪碟就是中共派来的 或者是吸收的这些碟员 来搞破坏的 他只要把你的螺丝没有上紧 或怎么样的话 那你现在看起来没事 等到你飞到空中 震动震动 那螺丝就脱落 一脱落之后 可能零件就要掉下来 零件一掉下来 飞机就不能保持平衡 可能在空中就要解体 反正种种 那可能都有 这有可能 大家从来都没想到说 飞行员跟地情 居然是这样的关系 有这样对立的关系 因为飞行员是一个人 但是地情人不是一个 中国大陆有一次摔了飞机的 那个 八一那个飞行队 有一个女的四川的女的 那个 那个 湘撞 她弹跳的时候 撞到另外一个飞机 那个 的机身的时候 当场死亡了 那件事情 当然 那个 她弹跳 那就表示她的那一架 千 千 多少 千二十还是多少 坠机了 但是 中共把那个消息给封锁了 那 这个女 这女生出兵的时候 万人空巷 很感人 那 很多的媒体都报道 可是空军的人 她认为说 这种 失事这种事情 是多了 在他们的那个空军的公墓里面 这样子的同志有几千人 其实台湾的空军的这些 这些先列们 也是 人数也不在少数 这空军是一个高危险的工作 飞行员 我指的是飞行员 可是刚刚讲的说 这个里面 结果她就 她就定出来一个规定 就是说 每一个零件 如果说这个飞行员 要在飞行之前 他要全部 全部的那个巡回 360度的检查每一个点 按照手册里面 检查每一个点 之外 她还追加一些点 她说 只要有发现这个螺丝 或者怎么样 有松动的话 立刻要法办 这些地勤人员 就是维修人员 因为这里面可能 可能她有恶意的 在胡搞 她这句话讲的时候 她写了报告 给当时的 台湾的 中华民国空军的总司令 那个时候总司令 叫司徒福 她有书面报告 乘上去 这个司徒福 听了她的这个解说之后 她认可 因此 就她写的那套 SOP标准作业程序 就颁布发行 所有的飞行员 都要熟读那个SOP 也就是检查 就是你要在飞机 要飞之前 30分钟 你要去全部 360度检查 每一个位置都要去检查 螺丝什么 都要去试 而且在试的时候 你知道 那个地勤人员 不在现场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也就是说 你检查完了 这个飞机 没有问题 而且因为有 地勤也有士官长 士官长 他带了很多的维修人员 那另外只要在 为什么停机坪 人家不让人家 一般人过去 接近的原因 有特别的 卫兵把守 就是怕搞破坏 因为那飞机 价值上千万美金 于是以后的 都是360度检查 在之前的 你看我们在 那个宣传影片上 都是 那个紧急警报 一响之后 在后机室里面 等的那些飞行员 立刻就跑步 跑步 跑到那个飞机上 然后马上去之后 然后那个地勤人员 把那个梯子 一拉开之后 飞机马上就进入跑道 然后就升空 要在几分钟之内 其实这是做给大家看的 实际上 这个飞机 每次要出什么任务 之前30分钟 这个飞行员 已经在那个飞机下面 在停机坪里面 在飞机整个360度检查过 之后 那边不能 检查完之后 就不准任何人 再接近飞机了 一直等到 这个要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从这个停机坪里面 爬上飞机 这梯子拿开 然后他把飞机 滑到那个跑道上面去 这个过程当中 是非常严谨的 可以这样讲 刚刚已经讲过 那个书上还有很多资料 我没有一一的讲 只是今天刚好有飞机摔掉 所以我就特别想到这件事情 那今天因为天气很炎热 我有个习惯 只要天气一炎热的话 我就有个习惯 万里无云 这是蓝天 连白云都没有 你往上看 我中午吃完饭之后 我在户外 我一看蓝天 我就很 下意识 因为我飞行禅 喜欢飞行 这种天气就是有气流 有热气流的天气 我往天上一看 天上好几道白线 在高空的好几道白线 这个白线叫什么东西 叫做基尾线 这个白线 以前我小时候以为 他们是在飞机后面 在放烟雾 不是 完全不是 能够把那个飞机后面 会跑出这个白线来 它的高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可能在1万 1万英尺以上 1万英尺以上 甚至乃至于到 3万英尺以上的高度 可是为什么我们 还可以看到这个白线呢 因为它在飞机的尾端 其实上这个白线是一种 是一个水汽 它是一个水汽结成霜 结成霜的 等于它是一个像冰爆 爆的冰一样 它是一个细小的冰块 在那个高空里面 我们以为说 越高空 气温越高 越接近太阳 实则完全相反 我用飞行伞 无动力飞行 我都飞到1200公尺高 1200公尺高 上面就是很多的云 那个云就像喷雾一样 很粗的喷雾一样 一粒一粒的 你看起来是白色 你进去的眼镜都是水 因为我们飞的速度很慢 我在云里面飞过 虽然在云里面飞是很危险的 可是只要是 我们能够飞到那么高的高空 就表示当时的热气流很旺盛 你在云里面就没有热气流了 但是你还有更高的云 所以你要从云里面出来 去找那个更高的云 气流只有到云的底下就停了 我今天看空中有那么多条白线 就表示什么 显然空军就为了这件事情 他们又找了教官之类的人 来飞这些飞机 飞到高空去 证明说 这个可能是人为的 因为他第二次单飞 这个之前他只单飞过一次 实际上我们讲说单飞 单飞 放飞 单飞我们在飞行伞叫放飞 那之前 飞行伞第一次飞行就是单飞 没有什么什么双飞 双飞那是计程车 我已经讲过 那不是飞行伞的训练 那实际上 教官带着他们做教练机 教官带着他们飞的时候 时间很短暂 并不是想象我们想象说飞两个月 每天飞八小时飞两个月之后 你才不是这样子 他们的只是几个小时而已 他的飞行时速 AT-3的飞行时速 一共24个小时 每一次飞行大概是 两个小时来讲 是不是一天飞 飞几次不知道 反正他只有24个小时 那现在他单飞 只是第二次单飞 就失事了 所以让人觉得非常饿腕 那事实上 那我其实每次我看这些飞机 这些空军的事情 我就想到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 大概有三个 我记起来就有三个教授 都是空军退役的 都是空军上校退役的 他们是在大陆的时候 读民间的大学的机械系毕业 毕业之后 那时候对日抗战嘛 就投入军中 投入军中 因为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很少 所以以他们来讲 又是机械本科的 所以他们又懂得发动机嘛 发动机就是我们讲的引擎 引擎 不管是螺旋桨飞机 那时候是螺旋桨飞机 就是汽油引擎 汽油引擎 汽油引擎就是拿手的嘛 机械系的人拿手 尤其动力组的人 那他们就在空军里面 都干得上校 因为总统原因 有的是太高太肥 升不到少将就退下来 退下来之后 他们转到这个学校来 来教书 因为他们是有相当学历 有相当的经验背景 事实上他们真的有实力啊 像那个有的教我们那个 发动机的那个 那个广东中山大学的 我还记得他讲了一口客家话 客家广东梅县的客家话 讲那个听他讲话 挺费劲儿 他讲说他以前在空军的时候 那时候的空军真的是 因为勤俭建军嘛 所以很清贫 他说那时候有些薪水都发 军饷都发不出来 发什么 发米 用米来代替军饷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 所谓的那个 那个所谓补给政 那个制度还没有完善 所以这个一个军官 以他来讲他干过上校 一个军官在部队里面 去领到米的时候 拿回家 就骑个脚踏车嘛 那时候脚踏车是重要的这个 这个加速工具 然后骑个脚踏车载了米 一个军官这样从那个 从那个机场 从部队骑回家 骑到卷舍里面 他说当时现在回想起来 真的是觉得说我们的 这些对这些军官 并没有什么那个 尤其空军的 没有什么礼 因为他是地勤的 他不是飞行员 那另外另外两位也都是 也都是大学毕业 西北大学什么 还有一个是 一个是什么大学 我现在记不起来 反正都是 都是大学 然后他们都是机械系毕业 有一个教物理 教物理电工原理 另外一个是教那个机械设计 都很厉害 他们都是空军上校退役的 我们教我们引擎的那位教授 我记得很清楚 他讲说 他说这个 他有时候会聊起他以前在军旅的生活 因为在那个地方 他就在那个附近的部队 空军部队 哪个地方我就不想讲 他说他们有的时候 骑着脚踏车 有一些士官长 骑着脚踏车回去 下了班了 五点以后下班 换班了 然后他们就 下班的时候骑着脚踏车 有的时候人还在宿舍里面 他骑着一半 看到那个飞机飞上去 一听到那个声音 那个引擎不对 马上掉回头 骑着脚踏车 飞奔到部队 马上跟那个 跟那个长官报告 然后长官马上跟塔台报告 塔台马上用无线电 这个飞机场有个无线电车 就专门跟这个飞机联络的 马上告诉他说 你赶快转回头来 那个降落 因为你的引擎 那个士官长说有问题 因为他听那个声音 就知道有 就不对 可见那些士官长 从大陆来谈 那些士官长 他们因为很长时间 对这个机械的了解 非常熟悉 熟悉到这种程度 他可以决定 你现在除了那任务要取消 要赶快回来 因为你的飞机有 引擎有异声 可是那个飞行员 在飞机上听不到那个声音 就像超两倍音速的F104 在飞机上几乎没有噪音 因为他已经超音速了 声音在他的后面 远在后面 两倍的距离 所以他根本听不到什么噪音 那他跟那个风的 产生的风接音 那个声音 他也听不到 所以他很安静 很安静的在飞行 所以我看到今天这个情形 空中那个飞机 我就觉得是非常难过 只要有空难 同行的飞机一定会找高手 赶快再去飞 否则的话 大家都会有 要消除大家的疑惑 这个情形就像说 那个高空走钢手的 都是一个家族 马戏塔里面走钢手 高空走钢手 这个家里面不管是谁 一下子意外翻倒摔地下摔死了 这个节目还要继续 马上就有人递捕上去 马上继续表演 他不能让观众怎么样 也不要观众去对他摔死的家人 做什么样子的采访 他们都不要 他们立刻自己处理 就是生事生办 军事军办就是这样 那这是他们的家族的一个命运 同样的空军也是这样 所以我看到今天的那个新闻里面 在追逐说他妈妈到那个现场去招魂 那这个飞官 这所谓的学官 他23岁 我的孩子都30多岁了 所以他这个母亲 应该是只有40出头而已 年纪并不大 但是他突然这样子的情形 他心理上没有办法接受 如果各位家有这种类似经验的 有意外 顽固的经验的话 那种心理的冲突是非常之 那记者 大量记者拿着 拿着那个摄影机去那边录影 还问他说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讲 我看到以后 我就正想痛骂这些媒体的这个记者 这个哪锅不热 提哪锅 甚至于这则新闻都不应该去采访 让他安安静静的到现场去召唤 然后去 因为他遗体已经找到了 遗体在弹跳出来的座椅上面 他还没从座椅上弹跳出来 有的是人跟座椅使用一个降落伞 有的是人还可以从座椅上再脱离 再开伞 伞是自动开的 那很明显就是飞机坠机的地方 剩下残骸 他的那个座椅就落在那个附近 也就是他这个飞机坠机的最后的时候 离地很近的时候 已经丧失了这个安全距离的时候 他才弹跳的 所以弹跳的那个时间可能太晚 等等等 这个细节我们不去猜测 我只是刚刚讲过说 这个是高危险的行业 本来就好像高空走钢索的家族一样 他一定是一个家族 而这个家族可能 可能他的他的掌门人可能 可能年纪年事已高 但他为了要告别表演 可能就摔下来 可能就摔死了 那我曾经看过这样子的那个报道 就说他们家的那个掌门人摔下来 全家的其他的人 父女啊什么的跑去那边 还有那个马戏团的人跑去那边善后 而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孙子 继续演出 立刻演出 因为观众都在里面买了票在那下面看 而这表演就是他们的宿命 所以我想空军的这个案子 应该要做如是官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骚扰他 也不要再去这个这则新闻 了不起侧面报导一下 这个AT-3是什么样 一个飞机他有什么样的特色 因为据说台湾以前的雷虎小组 特技飞行小组就是用AT-3 曾经当过这个阻力机来表演 雷虎小组的技术就是 就是那个飞行员中间的这个八间人物 他们做各种特技飞行 编队的特技飞行等等的 现在这个好像已经 已经有还有没有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主要的目的是要战争 要有战力等等的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只能够向他致哀 另外还要向他致敬 致哀的部分是他很不幸的 发生了这件意外案件 致敬的是 他是我们空军的老家卫国的一个典范 那当然会怡临忠烈池 那我也希望他的家人能够节哀顺便 当然这是一年早逝是让人非常饿晚的 那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有很多人空军官校毕业的时候可能视力也不行了 体检也没有过等等的 他们觉得也很饿晚没有进入飞行学校 那因此你看到这个坠机 你会想说赛翁司马或怎么样的话 实际上也不用太阿Q 因为如果你真的热爱飞行的话 你才要加入空军 不是来这边趁饭 那这位先生就 这位先烈就不是趁饭 以上我跟各位分享 那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看到很多的好的节目 因为现在疫情嘛 再过两天就是5月5端午节 端午节今年不会华龙舟了 不会有任何户外活动 所以你也哪里也没办法去 那再过两天是星期五 所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又连续有三天假日 那这三天假日的话 本来是各种商业活动大展身手好机会 可是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可能都要泡汤了 所以这真的是老天作弄人了 那老天作弄人之余 我们只能在家里看看 看看节目 看看影片 我看看书 我就突然发现到 因为你不能出去 不能出去运动嘛 而这个时候你要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 你更要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就是要锻炼身体 要让自己产生 当然打了疫苗之一嘛 戴口罩免得被感染 不要去群聚 不要跟人家接近 要出门都要找人烟稀少的地方 因为这是人传人的 当然既然戴口罩 意思就是空气里面可能有 马路上可能都有这种可能 因为别人经过的地方可能都会传染等等的 事实上 我据儿子说 他在美国现在已经不戴口罩了 那是不是美国的疫情就控制住呢 那不是 他们的理论叫做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都知道嘛 就是那个进化论嘛 现在叫演化论 他讲的就是什么 优胜劣败嘛 适者生存嘛 那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这个疫情啊 你如果是一个劫难 你逃不过劫难的话 你就认了吧 你就认 因为因染疫而死就死了 那没有因染疫而死的人 那就是你的免疫力增强了 你就逃过这一劫 那我说这样子好像很无奈 并不是美国人找到什么解药了 他还是那些疫苗嘛 什么莫德纳啦 什么这些玩意儿 那是不是达尔文 那我就质疑 我问我儿子说 那这样子的话 那那些达尔文贵员不是也都很危险吗 你看现在很多 不管是美国的 还是台湾的很多艺人 什么包括台北市市长 全家都染疫 还有很多媒体人物 那简单讲 他们就是就没办法干活了嘛 那因此我觉得这个很公平啊 据我儿子讲说很公平 我说也其实不公平 他讲说你看看那些染疫的人 那些大人物 白宫里的或者是英国王族 威尔斯王子曾经也染疫 他没事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没有什么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就是休息 然后就是像因为他是肺炎嘛 就是治疗肺炎的抗生素嘛 那我们打的疫苗是因为增加免疫力 那既然你打了疫苗你还染疫的话 那表示我们的身体还是没办法抵抗 那有些人打了疫苗死掉了 那就是因为那也是在劫难逃 也就是现在医学认为说 那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天选的嘛 老天就是刚刚讲那个逝者生存嘛 就是天则说嘛 老天选呢你能活你就活 你不能活就out 出局了 哪怕你是达官贵人 你是什么这个诗人 你是财高八斗学部5G 就跟战争一样 你是博士超博士 你是教授还是一颗子弹解决 你是一个不认识字的文盲 你是一个泛夫走足 也是一颗子弹解决 这一次这个疫情就是这样 那圣经上说 不是上帝不是把每个人都拯救 最后审判上 他只要那些信天国的人 是他天选的 经过他筛选的好人 所有好人是信基督教的人 信天主教的人 那个是他们的选择 天选 也就是最后审判 而这个社会导尔文主义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次就是用自然淘汰 染疫就死了 那你就认了 事实上你也没办法求什么国家陪葬 或者什么 或者怎么样 因为他就是一个劫难 那是不是也没办法救呢 也未必 也未必 有的人讲说 如果你得到的话 你就是在家里面 然后就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食物之外 你等待你的自体免疫力增强之后 能够脱离这个疫情 就有儿子他直接讲 他说你看看那些什么 那些军火商他也会得 还有那些政要那些人 那你看他们怎么都没事 他们有最好的医疗团队 有最好的那些服务 用尽各种方法来治疗 那现在我们台湾 只有隔离 隔离之后你看他没有什么药 没有药可救 因为这个只有疫苗 疫苗是增进免疫力 而对于你现在已经染疫 你已经打了疫苗 你还染疫 那这怎么回事 那表示这个疫苗好像有问题 没有效果 那你染疫之后 你又怎么办呢 有些人染疫再过一阵子 再医疗阴性